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花时间才能够拿到后面会涨上去的题材 各位是不是 今天礼拜几啊 又是礼拜二啦 每逢周二怎样 喜事多嘛 今天有没有大喜临门啊 当然大喜嘛 因为这个大盘大跌啊 各位啊 可以让你减很多便宜货啊 各位啊 讲解大盘之前 蔡老师还是要讲祝福的吉祥话 衷心的祝福各位 你跟你的家人 大家平安健康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听说韩国 听说德国啊 解封之后都出现新的疫情 怎么办 我们现阶段惨了啊 说什么舞厅啊 什么酒店啊 让地方政府去决定 结果六都都不敢下这个什么指导棋 澎湖解封了 各位 现在的意思是我们要促进离岛观光 飞去澎湖喝酒 是不是啊 就如同我们的柯P市长讲的 这戴口罩喝什么酒啊 各位啊 正好修身养性一下 酒适量就好 小酌移情啊 大饮商生啊 各位 同样的来看到台湾股市来 各位 时间不会等你啦 你今天做对的动作了没 蔡老师是不是邀请你今天赶快跟着我们逢低买进 我昨天就暗示你啦 各位 你不要以为今天大盘跌下来 明天后天就不会涨 各位 这代表你对于盘感啊 这盘式的一个拿捏 你完全都搞不清楚状况 各位我是不是跟你讲江湖危险快点跑 各位我是不是跟你讲 蔡老师不会让你去台啊 以前救会员买的股票 我们没有这种恶性循环啊 我们都会选定好标的 而且标的很多嘛 纵使这一次的一个什么 大盘真的要西坡下沙 也是蔡老师手上100档的标的变成50档啊 变成30档 我们依旧有赚不完的钱嘛 各位是不是 所以时间很宝贵 你要用在有意义的事情身上 各位知道吗 来 路逢建客方程建 不是诗人不限诗 各位 今天礼拜二 请把晚上时间不管是8点还是8点15 记得这段时间都给蔡老师 你不看 那绝对是你的损失 因为都是收视率冠军 所有业界啊 大家都在看 各位只要想赚钱的通通看 为什么 蔡老师这个节目公开到这个地步 帮助了多少散户 各位 昨天是不是就跟你讲 5月12日就今天吗 你看我跟你讲 中国标准 新基建 加上什么 行动支付大爆发 会带动什么相关个股 我们今天进场了 各位 大跌就是最好的买进机会 昨天我们才没那么傻呢 各位 所以这次很简单啊 就是这样操作嘛 各位 蔡老师的视频 盘中盘后 包括产业面 在YouTube 在LINE AT 在TG 在网站通通有 各位 近期很多人问YouTube 我再跟你讲解一遍 你在YouTube手机里面 你去搜寻品封 就是这个 你去搜寻品封 你搜寻出来之后 它下面有一个订阅 你要按订阅 而且你要开启这个小铃铛 就会变成这样 变成已订阅 你就会 收到蔡老师 品封大中华的影片通知啊 完全的照顾散户 各位这样好不好 你再回到这个大盘 昨天盘怎么涨上去的 不是法人大买超啊 是上礼拜五的 国际股市涨 所以推上去万一嘛 各位是不是 那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 稻穹跌科技股股涨 代表涨跌互建啊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 今天的盘是 开低震荡走低 最低跌了153点 尾盘做收啦 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 尾盘跌了133点 各位 我如果没记错 昨天最高的时候是涨139点 收盘是涨111点 那今天是跌133点 代表这个礼拜啊 是-22点 各位对不对 那继续看下去嘛 因为蔡老师跟你讲 礼拜一的盘 代表这个礼拜不错 那今天 变成-22点 代表明后两天要涨起来啊 各位你不能期待礼拜五嘛 有时候礼拜五 会有周末的卖安 也不是说这礼拜五不会涨啦 但是你要啊 盘局的一个诡辩啦 你都要想好对应的方式 各位 整个的一个盘势 各位故事这样发展才精彩 又涨又跌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 昨天的外资 买超了28亿 果然是反指标 就跌啦 你看投信 虽然联市买 但是也没有加大什么 买进的一个什么一个动作吗 昨天才买7亿嘛 所以这个大盘啊 很健康啦 各位 都没有人想要去影响 就专心的迎接到下礼拜三 5月20号的就职行情 各位你知道吗 这就是算盘啦 各位 新台币 来 今天点133点一样啊 在29.9到29.8这边震荡 各位有没有问题 来就补嘛 各位是不是 已经波段涨了2516点啊 各位 你现在是不是又期待西坡下沙 你看看你这次啊 因为做空 你除了赔钱之外 你丧失了多少标股 来各位 蔡老师跟你讲 不管未来怎么样 我只有一个字送给你 就是涨 就是涨 从3月19我给你拿捏8523之外 3月23我还跟你讲台股未来是种形态 就是这个 全市场没有比蔡老师啊 更加的一个前瞻性 你可以每天来做记录 做笔记 YouTube你自己去看 来 各位 新台币未来如果29.8能够升值到29 台湾股市站稳万一挑战万二 会不会过12682 我希望 但是呢 但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嘛 各位 你哪有可能一天到晚再做白日梦 你说现阶段过12682有什么好 这全世界疫情还没有控制住耶 各位啊 你知不知道 所以故事这样的发展让你每天赚钱 各位啊 台湾已经最棒了 你又有股票一天到晚能赚钱 人家别国都还封城耶 各位 面对诡谴多边的股市 你到底准备好了没 各位 找蔡老师我来帮你搞定台股好不好 因为你看不懂嘛 各位 来 苹果 今天早上收盘315 Apple 涨了1.57% 最高公道317 从286 蔡老师跟你讲 已经涨了快30块 为什么能够这样 这代表 方向跟理念还有逻辑是正确的 市场自然会验证你的讲法是对的 来 各位 蔡老师当时就跟你说苹果 由于预期 包括回购 对不对 包括法仁 看多摩跟Stanley 有没有看到 列为首选 然后呢 我又在5月5号跟你再三的强调 苹果要充300 你有没有看到300往上 有吧 包括亚马逊不要看空 10个外资有8家调高他的目标价 虽然他前一天跌了7% 但是那是跌假的 那是解读错误 你看就一路涨起来 那你说苹果的一个事情能够带动什么 各位近期我都一直跟你讲 苹果除了带动轰件 Touch ID之外 就是mini LED 整个族群会带起来 各位对不对 你看看惠特 今天又涨停版了 惠特 为什么最上游 检测设备厂 来各位 短短的5天拉出了3天涨停 1 2 3这3天 对不对 上礼拜五跟昨天虽然都创新高 但是还没有拉涨停 拉出了4天涨停 来各位你看看 惠特4月23 当时88块蔡老师跟你讲LED上游了 就是他要动 受惠最好 来各位你看看 5月7号开始拉上去了 检测设备 有没有看到 来你注意看 惠特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多少 又拉涨停 132 从88拉到132 还没完 来各位你看看 金电 你看 这一些 你说也没赚到什么钱 都赔钱的股票 为什么会动 因为跟苹果靠在一起 你知道吗 苹果说要把技术转来这里 不仅mini LED 连micro LED都要扶植台湾 各位你再想一想 台湾为什么最近一直都上国际版面 这就是蔡老师跟你讲的 两年前我就跟你说 台湾要迎接黄金10年 这一次这个疫情把全球股市都打趴了 唯独台股还在持续的一个走墙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未来如果台湾股市能够吸收全世界各地 的一个资金的话 各位不可限量 那一些主力全部都在巷子等 因为轮不到他们了 各位一天到晚想陷害的人 这一些法人一定看得清楚 所以那些主力股未来都不会有人 中奖 你光光买法人股你就涨 你就赚翻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台湾还有一大群 这些害人的主力 这以后都会被法人淘汰 已经法人化的四个位 各位 所以你要自己跟上来 散户一定要自立自强 不行的蔡老师当你的靠山 各位知道吗 来今天 各位是不是 你看5月11号 今天 好 还有隆达 对不对 18.15 上礼拜19 昨天19.15 今天19.3 有没有高点越来越高 有台表科 来更厉害 5月7号从94开始涨 来各位 5月8号105 礼拜一 昨天106 来各位 今天的台表科最低100 蔡老师印的时候还100.5 你有看到 请导播打出来 6278的一个什么 台表科尾盘是不是大涨 104.5 各位明天再涨 两块就再创新高 各位为什么会这样 这我跟你讲恩变了 它是做什么的 打建制成的 都LED mini LED 来各位还没完 来 鸿海集团的 这算以前的脱油品 美碳集 融创 你看 LED封装也是融创 各位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19.55 然后昨天 两个K线一样 这代表这个线型又要往上 你看今天又持续的一个近期新高 所以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这些的一个东西其实都赚不完 重点在你要了解产业面 就如同你看看 我3月24号跟你讲什么 经济复苏重点是在投资不在消费 所以维影信华 智邦你看看 维影不到600块 信华 800多 智邦137跌停 有没有 我竟然跟你讲这三次 来 维影 昨天创新高 涨停板 各位对不对 873 今天的一个维影 冲到887 再创历史新高 信华 昨天1270 历史新高 各位对不对 你看看 智邦 从137块3月23 3月20141.5 涨到229 这一波的拉回 你要不要好好留意 这就是了解产业面的好处 所以我跟你讲 不要再去乱设飞标 你光光取华通为例好了 今天5月12日华通再创新高 我告诉各位 有人下车 有人上车 下午华通要开 线上法说会 我相信公司派还是咬着牙 也不算咬着牙 就是一定会讲正确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阶段看起来热络 各位对不对 PCB的华通 你看看 当初就有人放空 隔天放报告 你看 你在市场上面对这么多陷阱 你说你要好好地找到标股 你不来找蔡老师 你怎么时候能够赚钱 我问各位 蔡老师都还会挑股票 我不是说这一档个股会长 我就带领你去买 各位错了 我的学员太多 我要有吞吐量的个股 我要适合好进好出的 我要适合你能够买到 而且你能够卖给法人的股票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那边跟各位讲 你看看 今天晚上 中国标准新基建 跟行动支付大爆发 各位 BEPPLE 为什么股价会创新高 你今天晚上仔细听 会带动什么相关个股 各位 我相信每个人都需要某种帮忙 蔡老师来帮你搞定台股 蔡老师在这里发起胜利的召唤 你好好把握 产业选股就是散户 你脱离赔钱的唯一途径 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好好把握广告中的咨询专线 赶快跟上来 跟上来 跟上来 我们先把时间交还给婷娟 好 那更多操作 建管会来 继续再请丰盛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一眼新帮 进入大盘观察 各股掌握 再请叫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婷娟 各位 同样的 在这边再度的祝福 大家都能够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一个 加零 能够30天 本土的一个案例 能够连续30天加零 那蔡老师也希望 把你的存折后面加一个零 加两个零 各位 靠专业来加零 不是抢银行 各位 为什么 因为我看得懂 这个诡诀多变的股市 各位你看得懂吗 那今天为什么跌 昨天为什么涨 那你准备好了没 各位 涨要做什么 跌要做什么 你准备好了没 蔡老师的节目 通通有规律性 你看上礼拜二 5月5号 一样5月4号 开盘前 礼拜一开盘前 就给制作单位 母亲节跟第一季的财报 陆续公布 会带动什么股票 我跟你讲什么 富邦媒 你一定觉得老师头壳坏掉 各位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动 他连续三个礼拜都没动 当天收税低 471块就富邦媒 结果蔡老师跟你讲说 富邦媒的key 先看500块 各位 你看看 富邦媒从471涨到多少 涨到599 总共涨了多少 128块 涨了超过两成 富邦媒 我问各位 这不了解产业面 难道蔡老师 点石成金 哈利波特 股票不是魔法 你要拿你的一个努力 来换钱回去 各位 也不要再去听名牌 没有名牌 就没有伤害 各位你知不知道 不要一天到晚 去听明白 明白要报你 都要害你 那么多 也不是说一定 100%害你 但是99%都是要害你的 而且不会叫你卖 各位 各位蔡老师讲这样 中不中肯 虽然主观 但是中肯 各位是不是 你看看 云建股 我跟你抓红谱 四季钢 这不是都大赚吗 各位 你看看 是不是 还有什么 智新 到昨天都还创新高 145 点5 是不是 5月11 所以入逢建客方成建 你要了解产业面 蔡老师就跟你讲 这就对了 我就把我最棒的产业面研究跟你讲 不是私人不限私 你要听名牌的 蔡老师这里没有名牌 我也不需要你买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不需要你买 我的股票是要算法人要大买钱 我们提早进场 法人大买之后 我们赶快比法人早一点下车 这就是蔡老师的如意算盘 各位 你觉得打得棒不棒 各位 所以刚刚叫你加入YouTube 就是你连盘中影音 你都知道 这个老师 断盘 这才是功利 全市场不超过五个 看得懂盘的 有几个 我问你 国安基金也看不懂盘 不然受险 为什么会赔几千亿 四大基金 为什么会赔几千亿 一天到晚都买金融股 各位 是在真正的拯救股民吗 我问你 你看蔡老师这个live 然后呢 五七报新闻 你看 哪个老师能够像蔡老师 这么完整的照顾你 这礼拜呢 都在YouTube like at 有问题用like at 问不然就打电话 TG最详尽 所有的资料 一览无疑 包括网站 所有的讲解 YouTube 记得你搜寻 搜寻屏风 然后呢 你要按订阅 订阅之后 你要开启小铃铛 变成这个已订阅 要按全部 各位知道吗 你就能够收到 屏风的影片通知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才是专业嘛 专业操盘正面迎战嘛 蔡老师的电视网 在怕人看 没有在怕人看 我是怕你不试货 这一些才是真正的黄金 各位你知道吗 对散户有用的 台积电 昨天拉到301 各位 为什么 大家说美国政府 要拉台积电 过去美国设厂 这也对啦 我看全台湾最有价值的 就是台积电 所以如果台积电 能够设一个厂 在总统府旁边 在重庆南路 我看总统府很安全 因为飞弹不能乱打 最好把那个 未来的五奈米 还是三奈米 在那边弄一个厂 反正现阶段 那个餐厅不是很多要倒吗 赶快 台积电去收拾 这台北市以前的金融特区 你来用一个唱 你不用多 你就放几块金元 在那边就好了 维护国家安全 保护元首 记家奖一支 搞不好还领勋章 各位 你看看台积电 今天杀下来 又怎样吗 本来就是要怎样 本来就是在克制指数 不要乱标上去 所以台积电就在29这边震荡 对不对 那他五月六月营收要上去 所以震荡压盘也没几天 好好把握低点 各位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了235.5 只有我敢讲一人 去买一张台积电 你的老师跑去哪里 都躲起来 那现阶段盘涨上来了 才在讲说 你看你看 看什么 看出这些老师都在偷懒 根本都没有在帮你跑产业面 只有蔡老师呼吁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台湾股市遇难的时候 你不买台积电 你不买骆驼 你要买马 各位 你看看 235.5 帮你赚到309 赚了快80块 8万块 笑得何不容嘴 你要不要相信政府 要不要相信全王 要不要恭喜当家的 下礼拜三 不管你什么政党 各位对不对 就像小时候选班长一样 你不见得这个班长 你投他一票 但是他还是代表班级 要有荣誉感 各位不能去扯后腿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 我跟你讲 跟台积电碰到的都好 是一堆MVD 今天创新高 AMD为什么追得上MVD 各位跟台积电碰到一批 各位AMD的故事 我之前跟你讲恩变了 他是格罗芳德的大股东 格罗芳德的自己做不出来 全世界第三大的金元代工 他到最后去找 所谓的三星 三星嘛良率不好 他不得已鼻子摸一摸 因为他开发出7奈米的GPU 来找台积电 赞 台积电把它support上去 你看股价飙上去 同样 MVD的一个什么 执行长 这也台南人 这也台湾人 各位 一天到晚赌什么气 你早一点来台积电这边 不就飙上去了吗 各位 那这样能够救到谁 救到我们的板卡双雄 这张宝岛双雄 压抑了两年 就是因为MVD 一天到晚在赌气 你现在回来 家总是要回来的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维新 是不是飙上去的 今天收盘收多少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2377的维新 几乎收最高 各位 984最高985 这法人一定大买的 各位 你自己看嘛 看MVD就知道维新要飙了嘛 看MVD就知道技嘉 不用再可怜了 这不是一个产业的逻辑 你要怎么样找到这些股票 你不来跟蔡老师 你怎么买得到维新跟技嘉 我问你 所以你来看看包括大力光 你看 有危难的地方基优谷 就有蔡老师的身影 你看看 而且我跟你讲大力光 你也不要期待他大标 为什么 因为重点在郁金光 你看今天郁金光还标到518 有没有 左美金 从八十几块以下标到933 今天押回来 合情合理 环球金也一样 法人到底在想什么 是你要了解的 所以蔡老师跟各位讲 棘子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宏杰克拉回要不要买 包括文帽 还有什么 台光电 还有什么 联帽 创新高拉回来两天 蔡老师在那边跟你说 中国标准新基建 以及行动支付大爆发 时间很宝贵 你要用在有意义的事情身上 胜利的召唤 你不要再错失掉了 产业选股 获利必然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赶快跟上来 跟上来 跟上来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亭娟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提醒国人朋友来节目当中 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还需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祝你偷偷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